随住人民的名义剧情发展 它的收视率也越来越高了 之前还是破三 如今已经已经破四了 破四是什么概念 前不久大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收视最高的时候也只是破一 电视剧如此火 带红的却不是男一号陆毅 而是饰演李达康的吴刚 某宝上有很多达康书记的同款 很多人制作了达康书记的表情包 吴刚的微博粉丝也从十几万暴涨到一百多万 这一切都让人感觉很意外 在吴刚这么火的时候 人民的名义的编剧周梅森也出来表达了自己对吴刚的欣赏 却被网友指责不厚道 周梅森倒是没有很直接表示早知道吴刚这么火 就多给他些戏份 只是委婉的表示如果一早就定了吴刚来演李达康 那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 就会把吴刚的戏份增加得满满的 李达康的戏份多了 那侯亮平的戏份怎么办呢 周梅森这时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 当初会把李达康的戏份增加到成男一号 而侯亮平办案的线索会省略掉一些 换言之 如果可以重来 人民的名义男一号会是吴刚 而陆毅只会是男二号 后来周梅森大概怕粉丝误会 于是补了一句 说自己只是在讨论人物设定 并不是特指路易 大概周梅森这段话 只是为了表达对吴刚的欣赏 不过当周梅森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导演李陆却当场反驳他了 说电视剧根本就不会有假设 因为已经拍出来了 不得不说 李陆这句话实在啊 现在确实说什么都晚了 如今懊悔谁的戏份多或少根本没意义 因为该红的已经红了 但周梅森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说这就是遗憾 看来 没给吴刚做男一号 在周梅森心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可是他这么说 跟吴刚的走红 难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很多网友听完编剧 周梅森的话 纷纷指责他不厚道 毕竟如果这部剧当时不是找路易这个老腊肉来主演 他的粉丝根本不会关注这部剧 甚至可以说很多人根本不会关注到这部剧 如今人民的名义红了 编剧却出来说早知道不把路易的角色写成男一号 这似乎真的有点过河拆桥的感觉啊 你们觉得呢 有点过河拆桥的感觉